与你探讨圣经的真理 共同献上生命的侍奉 将主的旨意活在生活之中 盼望你也摆上 成为理所当然的活祭 弟兄姐妹平安 现在又是活祭的节目时间了 欢迎你收听 这几次节目时间 我们都在思考同一个主题 就是为父的身份 我们已经说过了 父亲是最能够表现出 创造我们的神的样式 那每一位做父亲呢 在家庭里面呢 都有三种很重要的职事 也可以说是职份吧 第一就是祭司啦 然后是先知 和君王 今天我们要看看 为父的第三样的工作了 那就是做君王 君王的功用 当然是统治 或者说治理咯 父亲的功用 主要是为神 统治和治理 他自己的家庭 如果我们看看 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 就会看见 保罗 保罗 谈论到那些 想要执掌政权的长老 或者是教会的主理 又或者是监督 所应该具备的资格的时候 那虽然经文里面 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 但重点都是讲到 要带领和治理神的百姓的人 在所有列出的资格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 那人的家的情况了 在他自己的家中 所发挥的功用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 第三章四到五节那说 这样的人 必须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那你看到了 这个地方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神所希望的 是人管理他自己的家 他要行使他的权柄 使儿女端庄顺服 在他的管制之下 那如果他在家里头 不能做到这些的话 保罗说 他就不能在神的教会当中 做领导人 做管制者了 保罗在这个地方 所用的管理这个词啊 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 站出来 或者是站在前头 这就包括了几个 不同的思想 其中的意思 有统治 领导 领先 保护 管理 那基本上说 父亲就是一家之主 也可以说一家之头吧 他是做头的 因为他是领导者了 他站在最前列了 因此他要做一个好榜样 他要站在家庭和一切的危险压力之间 这就意味着 他是一个有勇气 有胆量的男子和大丈夫 做一个父亲呢 是需要有胆识的 接着保罗就讲到 能够成功的领导 家庭的人 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教会的领导者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啊 因为家庭的事情实际上是教会的一个出行 一个说影 又或者说是一个胚胎吧 教会有三个很主要的组织部分 也可以说是组成部分啊 那就是牧师执事和会众 或者说牧人 加上他的助手和羊群 同样的家庭里面也有三个主要的要素 跟这三个是一样的 在一个家庭里头 父亲的责任就是牧者 或者说是牧人吧 妻子根据圣经的教导 是一个助手 他被造 是为了要帮助做丈夫的 那所以他就是一个助手 他相当于教会当中的执事 而孩子们呢 就是会众了 也就是羊群咯 神在家庭当中所设立的基本的要素 恰好就成为新约教会建立的一个基础 神对一家之主做父亲的说 你要在你这个细小的教会当中 发挥你的功用 那就是在我所给你的家庭当中啊 先有一个成功的领导 然后你才有资格 晋升成为神教会的领导人 那虽然来参加教会的 是一大群的会众 然而 至终也都是由一个一个小家庭 所组成的 对不对 那因此 如果你所治理的家庭是凝乱的 杂乱无章的 教会也必然是这样的了 在讲到父亲怎么样成为他家中的君王 负起管理和治理家庭的责任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看看亚伯拉罕这个例子吧 创世纪的十八章 有一段经文 神说到了亚伯拉罕在众多事情当中 他就启示说 他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成为这个新民族的首领呢 最后把救恩带给全人类 那很稀奇啊 神为什么要拣选亚伯拉罕呢 不错 神要选出一个人 但是当时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 神要从其中挑选一个出来 为什么神会选中了亚伯拉罕呢 这是不是一个不能知道的奥秘呢 并不是的 因为神在圣经当中告诉了我们 他之所以选中了亚伯拉罕成为新民族的首领 并借着他使别的民族得到救恩 那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十八章 十七节到十九节的记载吧 圣经是这样说的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 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并行公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这些几节经文里头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 我们先看看亚伯拉罕这个名字的意思 好不好 亚伯拉罕的原名叫亚伯兰 意思就是尊荣的父 后来神跟他立约 赐福给他 并应许他有众多的后代 然后神为他改名叫亚伯拉罕 意思就是众生之父 那我们看见这两个字的意思了 都是说到他是父亲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神要拣选亚伯拉罕成为父亲 第二 当为父的尽上他的职责 也就是说负上责任的时候 一个强大的民族就得以成立了 神明明的告诉亚伯拉罕 他要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 那为什么呢 因为神给他为父的责任呢 而神也信得过他会尽上自己的责任呢 第三 为什么神要拣选亚伯拉罕呢 神说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 遵守我的道 并行公义 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那我们来看啊 神看中亚伯拉罕的是什么呢 啊 原来神知道亚伯拉罕会吩咐他的儿孙和一家都遵行神的话 他必定会尽上做父亲的职责 在他的家中做君王 那我要特别指出的字 这里是吩咐这两个字 这是一个语气很重的字啊 可以说是在军队当中所用的 也许有的母亲或者妻子听了就会说了 啊 那不是一个独裁者了吗 不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强调男人所应该负的责任 和他应该占的一个地位 神既然要男人负起丰富的责任 他就要去遵行 为了要讨神的喜悦和得神所赐的福气 于是他必须要在家庭里面尽上为父的责任 身为父亲的 有权做决定 决定他家中的一切的一些事情 甚至是一些基本的规则 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吃饭 他们可以有些什么的娱乐 可以花多少时间看电视 以及如何的选择节目等等 那父亲不但有这样的权利 他还有责任去吩咐他的家人去遵守 去执行 而神说我会带领亚伯拉罕进到应血之地 是因为我相信他会尽上他的责任的 那以上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这个事实 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那第四 就是有关亚伯拉罕其他的生品的事迹 是要我们所有的信徒 以他为榜样的 那事实上 西约圣经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那是从信心的角度来说的 我们要像我们的父亚伯拉罕一样 跟随他信心的脚步 跟从亚伯拉罕的脚步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家中所行的 要像亚伯拉罕在家中所行的一样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对比 有一个人呢 是追随亚伯拉罕的 和他在一起很久很久了 他知道亚伯拉罕的为人 也知道神像亚伯拉罕所行的 他就是罗德 可是当亚伯拉罕和罗德 因为有太多的牛群羊群 而彼此需要分开的时候 亚伯拉罕就很有风度了 于是他就对罗德说 罗德是他的侄儿啊 他是长辈啊 他这么说 那好吧 你就先选择你的道路 而我会往相反的方向走去的 后来圣经告诉我们 罗德拣选了索多玛的地方 而索多玛是一个极度罪恶的地方 然后跟着我们就读到了 罗德和他的一家 进索多玛去居住 最后还要接受神的审判 罗德曾经努力的劝语他的女婿要逃跑 逃避神的刑罚 可是没有用啊 到这个时候 罗德才发现他家庭的成员 有被毁灭在索多玛的 他都有极大的责任 因为他能够领他们进入这个罪恶之城 却不能把他们从这个罪恶的地方带领出来 你看看啊 身为父亲的 是有着何等重大的责任的 今天 如果你身为父亲的 你也可能会把孩子引进索多玛 而你未必就能够把他带出来哦 罗德因为没有尽上父亲的责任 所以把全家引进罪恶之地 可惜他最后并不能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救出来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很大的警惕呀 是我们做父亲的一个很大的警惕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